我就觉得这位叔叔才是与5G细细相关的人 前天我说5G无用 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嘲笑 有的人说我鼠目寸光 5G的作用很大 以后在航天啊 无人驾驶啊 都用得到 对 你们说的很对 航天的话我暂时不上天 5G无人驾驶的车出来了 不管多贵 我一定去买两辆 到时候一起去 还有的人说我格局小了 5G是未来的趋势 以后有多牛啊 多炫酷啊 我非常认可 那时候我们一起跟着炫酷不就好了 请问现在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5G方面的专家 或者从业者 就与你有关系 请问你是吗 毫不夸张的讲 别说你们用过 甚至在你们听过5G之前 我们炒股票都炒了几轮5G的概念了 不然为什么我金融圈的朋友都叫我金币刺客呢 要么不出手 一刀999 还有的人说我懂个信心 他4G扫码赚半天都赚不出来 堵在门口不知道有多尴尬 我以一个技术出身的数码从业者的身份 很严肃的告诉你 买电子产品 真的别贪小便宜 水真的很深 用脚趾头想嘛也知道嘛 哪怕你用3G扫码 他也不会一直转圈圈赚半天都不出来嘛 不是你的手机问题还认识什么呢 我在已家父从业于中国联通十多年的经历告诉你 如果你用联通卡的话 最好还是别用苹果手机 买个安卓它不香呢 有一位大叔对我的嘲讽就很精辟 我竟无言以对 他说你一个小破儿懂什么 我5G在微信群抢红包的时候 总是能抢到 直播间抢福利的时候 也总是能抢到 这就很实在嘛 这才是真正的有用嘛 我就觉得这位叔叔才是与5G息息相关的人 你们真的就只能那么呜呜一下有用 还不如一位大叔